歐盟就英國違反脫勾協議採取法律行動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 要求英國撤回內部市場法案中 違反脫勾協議條款的期限 星期三屆滿 已經正式去信英國啟動法律程序 限令一個月之內回覆 如果雙方未能解決爭拗 最終可能訴諸歐洲法院 英國政府說將會適時回應 重新有必要立法 確保英國本土和北愛爾蘭之間 不會出現硬邊界 法案日前獲得下議院通過之後 提交上議院審議